Hello, 大家好, 祝秋節快樂 街節愉快, 人月亮團圓, 好像暗圓 這個節目我們是錄影的 這次真是沒辦法, 街節當前, 唯有錄影 撞正中秋正日, 中秋會播出 不過我們都很貼近, 因為在營月夜 沒錯, 早了24小時, 所以不會勾 但所有時事話題都很貼近, 而最貼近的是甚麼家科 看完衣服就已經看到了 大家留意這個衣服 巴塞隆, 當然大家一定會講加泰隆尼亞公投 不過講公投之前, 我們講一點香港的中秋街節 今年中秋有一點特別, 突然多了很多鬼影童童 不是說哪隻月餅好吃, 哪隻燈籠漂亮 這個鬼影,花又不知孟朱沙華,幼紙遮探,黃昌龍 以為7月14日,提早玩鬼節就撞死人 最近又爆出中秋的維園花燈 拆了16盞旗袍燈籠,即是童男童女 無頭無手無腳的旗袍燈籠,看起來我從來未見過 7月14日,是不是Crossover來的? 即是海援公園萬聖節派對,玩亂宅 還有,殯儀業有些有心人,移賣紙紮工人 移賣紙紮工人,移賣紙紮工人 移賣紙紮工人 現在最低工資,工人的東西 移賣紙紮工人 即是殯儀業的紙紮工人 即是Crossover,7月14日 鬼佬的Halloween,加上中秋彩 我覺得出現了兩件事 第一就是… 妖氣很重 中秋上千年的傳統節,沒理由妖氣這麼重 但香港近些… 妖氣太重 喜歡玩鬼 中秋夾在7月14日和10月底的西方萬聖節中間 現在萬聖節玩鬼玩到瘋了 提早兩三個已經玩好了 慌死你不見鬼了 我看地鐵,沿頭看到很多都是鬼的廣告 海洋公園有鬼,迪士尼有鬼 你搭那些扶手電梯,全部都是鬼樣 香港就是忍心王 中秋節又不見,又沒有廣告 貓妖就無所謂 貓妖我們很歡迎 軍妖就有所謂 那些真是大吉利是 那些就是另一樣 所以現在證明香港有一件事 例如月餅那些設計 你用很多錢設計 但反映一件事 我自己以前在電影公司做過 他們的電影海報、包裝 設計很不錯 但出到什麼電影要出事 就牽涉到歷史文化的紀錄體 那些設計師會出事 因為他們不太能夠理解文化和歷史背景 底子不好 但他們在美術方面就行 美術而已 有文化、底蘊兩回事 有問題 中國古代美術是跟文化底蘊兩回事 蘇東坡這些 他們有文化之外 畫畫、書法都是一絕 現在香港是現代社會分工的 比較仔細 美術還美術 文化還文化 文學還文學 結果一割例之下 便容易出事 幸好 你認不認同國師的為人 或是言論等一回事 技術判斷也不錯 他踢得真是夠英 很英 這方面是文化 香港政治人物之中 連曾鈺成都稱讚的是當年議員之中最高語文水平的 原來就是教主 所以熱譜城裏面 譜和城這兩派的頭面人物 其實文化水平最高 熱就不算 很好說 毛澤東文化也很高 那倒是 是嗎 我覺得他只是農村低級知識分子 你怎能比得上黃國維 在北戴的時候 怎能比得上陳仁闊 結果陳仁闊 這就是有文化沒有文化的分別 問題是文化這件事 又跟你的波紗蠟很差 國裂了就玩不到 問題是原來他們自成一國 那怎麼辦 一直都有 加泰羅尼亞公投 其實加泰羅尼亞也上千年歷史 原本是獨立文化 有自己的語言 這件事跟大家解釋清楚 很多人分不開西班牙文 跟加泰羅尼亞地區 其實是很接近 但不是同一種語言 很多人分辨了這件事 很多人分辨了這件事 民族都不同 來源都很不同 本身是獨立王國 自古以來 自古以來沒有西班牙這件事 很多人搞錯了 西班牙在回教入侵之後 摩爾人被驅趕之後 其實立了八百年以上 立國八百年 但在所謂立國的八百年裏面 不是一個統一 艾比利亞半島國家 搞清楚這件事 它有很多種不同的複雜民族組成 例如東北邊加泰羅尼亞 最近比較多人知道 另外之前 它的獨立運動 比較多人聽到 巴斯克西北面 而且特別勇武 原來都是很過癮的 同樣的道理 我經常說 文化是否同一樣 其實有一個所謂光譜 雖然都是西班牙文地區 不過巴斯克地區 那些人用的語言 完全不同 光譜是最極端的 它是塞爾特語系 它是塞爾特語系 所以它是像外爾蘭人 比較像埃比利亞半島的西班牙人 加泰羅尼亞和南邊的 馬德里那邊的所謂西班牙 拉丁面 的程度比較高 加了很多摩爾文化 即是伊斯蘭文化 即是伊斯蘭文化 如果想多認識文化 看西甲足球 那麼多球隊 那麼多球隊 塞爾特 西班牙有一隊叫塞爾特 就是譯做切爾特 蘇格蘭 有一個叫施魯迪 甚至美國NBA 也有一個波士頓塞爾特 大家其實都看到有一個關聯 其實光譜那麼闊 你說它是自古以來 就是一個國家講不通 問題就是事實上 統一了那麼久 那就麻煩了 因為幾百年來 你可否叫人往前看 不要看以前 這個問題很大 還有一個問題 西班牙的少數民族 當然有獨立抗爭 但相對佛朗哥之前 這裏沒有那麼厲害 對 這是另一個大問題 其實西班牙的國族文化 即民族文化 是何時最突顯出來的統一性 如果大家有讀歐洲歷史 尤其是這個歌仔 歐洲法例 歐洲以前沒有所謂主權國這回事 全部是皇國 是個月統來分 所以如果大家還記得加勒太羅尼亞的來源是如何呢 就是當年的獨立一個國家 Aragon 阿拉公 阿拉公王朝 但是就有一個叫做 War of Succession 即是繼承權戰爭 打了十幾年 繼承權戰爭是甚麼回事呢 就是原來Aragon的國王死了之後 他沒有這個王子的繼承 於是繼承權就下了王族的另一個分支 正常 中法制度 歐洲都有 不過那個分支 原來一邊就是奧地利 一邊就是法國 是兩大王族 哈布斯堡 波克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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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互相通婚底下 歐洲各個王族 都跟第二個國家的王族 是親戚 沒錯 所以你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 舅父 外山 打了一塊 是一家人打獲金 是親身 還有很多維多利亞女王的 歐洲的親戚 所以說有很多人千萬不要 只看著幾百年來的統一 當西班牙一個獨立國家 起碼在現代意識上的主權國 其實不是這樣出現的 什麼時候最強烈的 是另外一種外來的壓力 阿仰也提過 佛朗哥之後開始呈現內部分裂 佛朗哥之前最早數到什麼時候 一個統一 反而是拿破崙戰爭之後 拿破崙以外敵入侵的形式 去佔領西班牙 由那時候開始 西班牙人不論南北東西 開始形成西班牙的民族意識 亦都在外力的侵靈之下 他形成了民族統一協調 然後推翻了拿破崙之後 1830多年代 正式叫現代西班牙王國 才成立 這就是歐洲近代史 拿破崙戰爭之後 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之後 形成的民族主義 以及之後一直形成的民族國家 對 等於中國現在所說的 都是類似民族國家 傳統中國 中國就沒有現在的 NASER STATE這個概念 所以絕對不是自古以來 並不是自古以來 所以所謂西班牙的自古以來 其實算是嚴格 1830多年之後 拿破崙戰爭 推翻了外力 然後西班牙人 自己建立一個現代國家 那個王國 你才叫西班牙 千萬不要以為 一千年來 不合理 其實如果反過來看 一樣是有玻璃心的 也就是等於 現代的中國民族國家 你看 你不到1945年 日本投降 怎麼沒有這回事 這麼簡單 還有他以前 在佛朗哥之前 西班牙是共和制的 有段時間 後來 因為佛朗哥 他跪了共和 但是佛朗哥發動煥亂的時候 那一刻就很拿命了 因為他的共和 軍主立憲令 因為他是國王 而佛朗哥 就是以勤王為名 推翻民主政制為實 自己當家 不過那時候有個歷史背景 希特拉的時候 希特拉的年代 西班牙內戰 另一個很慘痛的一件事 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1936到1930年 沒錯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前夕 就是納粹和共產 都是代理人戰爭 就是共產國際和納粹國際 在那裏開戰開拓 德國和意大利 就派兵幫佛朗哥 然後蘇聯 和其他歐洲共產黨 派兵去幫西班牙共產黨 還有一些歐洲的議士 像George Orwell 海明威 就去幫共和軍打佛朗哥 這些是真正的議士 國際戰爭 這班人很戰鬥力 後來蕭公說蘇聯支持共和軍 蘇聯後來和納粹德國修好 臨出賣共和軍 佐治奧維爾 為何寫回那個 Animal Farm 其中一個條段 就是豬和人類談判 大家不知怎麽來 西班牙的血淚史 如果少一點 涉及歐洲文化歷史 都不明白為何 所以一味就說 又憤怒青 又在釘石 又暴動 又不適合 大有淵源 我看到今天 某份愛國報章 有份文章做過人 出過某某獅子狗學會 不是說哪一個 是獅子狗 你不要自己對號入座 跟獅子狗魚蛋一樣 西班牙亂局 是因為福利主義 大哥 算了 關接觸時 都還好一點 大哥 這個你加泰龍靈 關福利主義 我想知道 我很有興趣想知道 他怎樣說 可以看的 哈哈哈哈 完成了節目之後 可以給電話 當是笑話 一定是認真 我不知道 真的很認真 說 西班牙的所謂亂局 是跟福利主義有關 但是加泰羅尼亞 那些傢伙 是跟佛朗哥有關 搞清楚 不要說太低水平 總之 主要是佛朗哥 因為個人的私心野心 和暴力 去推翻民主共和的政府 去叛亂 叛亂之後 還要大舉鎮壓 他本身是違憲的 還要大舉鎮壓少數民族 因為當時加泰龍、尼亞等等 他們是反佛朗哥的 反的原因是很明顯的 因為在西班牙現代王的建國之後 君主立憲的情況下 其實每一個少數民族地區 包括加泰羅尼亞 自治程度相之高 他真是等於一個多民族共和的格局 所以地方議會的權力相當大 包括文化政策、經濟政策 等於高度自治 不過你是有一個中央統一的政府出現 而那個是西班牙國和的政府 所以某程度上 他是抄英國君主立憲 但是更強的地方主義色彩 但這個很清楚看得到 不只是英國三島 三個地方很簡單 不是這麼簡單 西班牙很多地方 都是文化圓圓留場 這就跟他所謂統一王國這下 沒有關係 但佛朗哥一次過推翻了民主政府之後 他就只是虛軍繼續 他所謂軍主任 但實際上是軍政府獨裁 以及軍政府中央獨裁 他沒有辦法這樣做 為什麼呢 因為每一個地方 如果你都要再協商式共和的話 什麼時候倫敦軍政府做事 明白嗎 你要統一管理 自然就要產平地方政府 矛盾就是這樣來的 說回外力 大家可能會問 為什麼英美這些民主國家 容許佛朗哥長期統治呢 因為原來佛朗哥 都是相當有外交手段 他一方面收德國和意大利法西斯 大家同聲同氣 但是二次大戰 他又保持中立 對 保持中立 但是英美那邊盟國 亦都要爭取西班牙的中立 那就容許你在裡面鎮壓民權 有一點點由西方國家的偽善首尾來的 因為當年歐洲最怕是共產主義 沒錯 其實希特拉就是這樣氣 為什麼希特拉能夠崛起 都是因為他們想禍水東引 禍水東引 想引過去蘇聯 就是禁止主義 所以戰後他一直都是容許佛朗哥 你反共就可以了 沒錯 你戰後很多軍政府 例如在亞洲也是一樣 何況在歐洲那麼近 他當然支持你佛朗哥 所以佛朗哥在那個時代 反共的紀錄良好 暗淨裏面抵制共產黨紀錄十分良 結果由三十年代 養死為患 到1975年死的時候 做到死 千秋萬歲多可可 佛朗哥是一個很聰明的獨裁者 不像小肥金 一放飛彈 起碼會是一個很和諧 好和諧 他只是優先解決國內問題 所以變成西班牙 從來不形成國際威脅 所以為什麼西班牙的偽善 又好 可以罵你七彩 但西班牙作為一個 所謂叫做中立國 他起碼只是處理內部問題 但也構成了今天所謂動亂的來源 他非常注重內部的文化統一 所以第一個起碼是 揭竿而起 可以直接說 你說恐怖主義 又如何 第一個揭竿而起 就是文化上最邊緣的巴斯克地區 沒錯 你強迫他要用西班牙文 他不是用西班牙文的 你強迫他要用西班牙的教育制度 文化制度一大堆東西 然後要剷除他本地的教育 如果說巴斯克 他隨時比現代的西班牙民族更長 如果所謂那種海爾特人 其實他是羅馬時代被人趕走 其實他們是把大歐古道 因為他自古而來 他自古而來 有一點大家可以留意 很多人都少留意這件事 我留意巴斯克人 其實是穿裙和吹風笛 真是塞爾特族 蘇格蘭和愛爾蘭真的同中同組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有什麼可能會接受後來而起的西班牙紀人 對於他來說是殖民統治 同樣道理的光譜怎麼分呢 其實最大的兩個王國 原本平在平在 因為繼承戰爭被人推翻的阿拉共王國 就是今天的巴塞隆納 是加泰隆尼亞 首輔是巴塞隆納 所以變成加泰隆尼亞 那些人本身的民族意識是很強的 在文化上造成的 刷不走的 我最初在法國讀書的時候 我其中一個教授 專門教一個課題 就是當年西班牙爭取到 搞這個 一個全民會 而他的運動 就包括了所有西班牙的人 他直接說到一個很困難 很敏感的地方 那個標誌 直接印在胸口的標誌 跟人說Hello 其實是有兩種語言在 如何令到兩種語言不衝突 他很聰明 當時未有圖文字 即是未有公仔 西班牙政府當年想到一件事 當兩種語言有衝突的時候 那個字母變成了一隻公仔 大家意會 這個公仔代表什麼 大家意會 你用西班牙文和加泰隆尼亞文 在加泰隆尼亞文讀出來的話 是可以一樣的 問題是 如果是深水清晰法 為什麼這麼多字母換了公仔 他們自己明白什麼 如果是模糊邏輯 大家不衝突不矛盾的時候 是可以和諧的 即是各自爭議 各自表索表索 問題是有一個很創意的方式 如果真的可以維持到 當然沒事了 但這次最新的導火線 大家也很明顯 也不是福利主義這麼簡單 我想知道他怎麼說 其實就是西班牙中央 馬德里政府 所以加泰隆尼亞文是 馬德里政府 其實繼承了佛朗江的集權主義 這麼好處他不會放 加泰隆尼亞的地區很富庶 收稅收很多 反過來 不是反過來 而反過來 西班牙中央政府 花了很多錢 基建 很明顯的是大白象工程 地產 他在二千年初期 那十年 就是用地產賺錢 覺得很棒 坐在那裡也有錢收 所以這完全不關福利主義的事 他的經濟出了問題 他的經濟政策錯誤 再加上一些錯誤的經濟 因為那時候歐盟 九零年後 歐盟勾了統一 用了統一貨幣 科幣政策 即時帶來的一件事 取消是各地的自己自由貨幣 全部變成歐羅 中國人物價貨 其實每一個國家都沒有了自己的經濟自主 經濟自主 交給布魯塞爾的歐盟總部 但是就跟了歐洲最強的兩個經濟體 一個就是德國 另一個就是法國 法國不爭氣 沒話可說 但就等於用了德國馬克 他發覺什麼時候 就是用一些不值錢的西班牙貨幣 換了一些值錢的馬克 你即時帶來的一件事 就是資產暴漲 資產暴漲 在資產暴漲的情況下 北方的資金就源源湧入 為什麼呢 又跟香港的情況一樣 你開放了什麼 你人流物流 資金流 自由流通 那些人們 自然會找便宜的地方 做生產基地 即是說 資金源源不停湧入西班牙 去追逐一些便宜的資產會升值 原本便便宜 你轉了歐勞會升值 拼命買西班牙的物業 資產等之類的 銀行的債券照買 然後呢 就是那些血汗工作 廉價勞工 拼命由德國 和北方富庶國家 湧入西班牙 請很多人做事 不過那些是虛火 你為何重新分配 並不表現生產力強了 所以西班牙形成一個非常強勁的通脹情況 好像香港現在這樣一樣的死養 於是西班牙政府 馬德里政府 中英政府 忽然間財政收入 極其強勁 暴發號 接著怎樣 拼命洗錢 機場 鐵路 海港 公園 什麼都起 就是不搞民生 補充少少少 大家一講馬德里 一定想起皇家馬德里 當年 他們又買朗拿道 買斯丹 買碧咸 我好氣 河南隊 天下兵器 盡歸我所有 結果 皇馬財政出問題 這個死人西班牙 因為馬德里政府 竟然通過地產融資 利益輸送 皇馬就洗腳不抹腳 沒所謂 六條煙糞 擺大個頭 難道你說皇馬的問題 是因為福利主義嗎 這是福利主義 夫人福利 其實是歐洲統一的後遺證 當然歐洲歐盟要求每個國家都有財政紀律 問題是西班牙 尤其是馬德里政府 繼承了佛案 最麻煩的就是貪腐 於是西班牙的官員 有錢就眼開 適不適合開發 適不適合使用的華資 總之有回用 他就批 所以和香港一模一樣 為什麼你建的鐵路這麼貴 為什麼機場山跑 為什麼機場建的這麼大 為什麼鐵路建的這麼多 為什麼地產發展 突然會建的山卡拉蒙去的地方 就是一模一樣 因為賣地又賺錢 工程又賺錢 梁甘松說 有這麼久封樓 有這麼久封樓 有這麼久尺多 尺多那天來了 爆爆07 2007年、2008年開始來了 金融風暴爆爆聲 然後2011年 跟著意大利 希臘 出了所謂歐債危機 脫歐危機 所以變成沉重打擊之下 一沉就白踩 通常亂花錢的人 必然是借凸的 老實 必然是借凸的 他怎麼還 他怎麼還 於是你不是宣布 技術性是破產的 很老實 所以重新推出一個緊縮政策 就是壓縮所有西班牙的地方 令政府 馬德里中央政府 是夠錢還國債的 所有地方都不老禮 債又不是你的 錢又不是你用的 他幫人結帳 他幫人結帳 前幾年西班牙歐債的時候 他說那時候的失業率 是25% 西班牙 而年輕人 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那群廢青 50% 起碼 世界當時因為經濟問題 引發的第一場佔領運動 就是西班牙的太陽廣場 是由西班牙廢青搞的 第二才佔領華爾街 佔中 最後一陣 後排都輪不到中環 西班牙真是夠革命 西班牙真是 決戰中環就是決戰中環 更加嚴重的決戰 西班牙已經出現了 所以其實 真是不要亂說 家福福 你知道 根本跟香港政府一樣 是大白杖工程人所引起的 而這件事 起源在哪裏呢 又是因為中央政府沒有制衡 以前每個地方有份出錢 不是要商要糧 你的東西用不用 應不應該這樣用 你的財政預算 你國會要過 現在算是什麼 沒有水 沒有水 有其他有錢的地方 就麻煩 像香港一樣 沒錢起高鐵 加太龍來的 生產力高 GDP平均 人均收入 比其他西班牙地方高 那就麻煩你了 那你就刺激 到人家調戲不順 你自己經營不善 有什麼理由 現在要我幫你揹飛 而同樣的衍生出來 又是那些傢伙 不要經常說依法 什麼國際大勢 諸如此 都有點過火 歐盟為什麼不贊成 你那些傢伙 根本自己是有它的利益 重疾 所以歐盟不是出了 什麼 Illegal Referendum 居然說你非法 這個很貴 但又是西班牙 樂政我們又不介入 他一來 我不可以說你鎮壓得對 二來我又不想你分裂 即是歐盟不是人 整個諸八戒 就是這件事 利益分心 他沒有維護歐盟原本的所謂 價值觀 初衷 初衷是什麼 歐盟本身是不要國界的 你說得明是不要國界的時候 某個國家再分裂成若干國家 是沒有影響的 在這個情況下 唯一有原因 為什麼歐盟不同意公投 所以獨立這回事 利益衝突 解釋完 為什麼可以容許西班牙政府 用作橡膠子彈的事 人家投票 人家只要投票 用這麼暴力的方式 抓人攻艇 你都不能用這麼暴力的方式 所以為什麼歐盟會不出聲音 越勝越國高舉人權的歐盟一定 又是淺作怪 但是左膠的虛毅 左右虛毅 不是左還是右 有之前就說你左 黃伯 對於黨制的利之所在 無問你老妥 說你左還是右 所以這下歐盟是扣了分 你不用問阿貴 其實歐洲不是第一次出現 所謂的獨立公投 你看看當時的蘇格蘭 歐盟怎麼出聲音 你看看當時其他地方的公投活動 歐盟其實沒有出聲音 一向都沒有 他沒有說非法 沒有的 為什麼 因為你看歐盟的公約本身 有什麼可能會制止你國家裏面 個別地區的公投 尤其是和平那種 就算西班牙本地和英國都吵過 這個直播羅陀公投 直播羅陀歸屬問題 西班牙一向都說自古以來 直播羅陀的人 請你坐著你都傻了 所以你發現歐盟其實那次 真的不介入直播羅陀 你公投去哪裡 他真的就不理你 很過癮 反正直播羅陀是有航班 是可以和歐洲的航空總局有協議 是當成國家這樣處理這些國際航線 直播羅陀 有什麼可能直播羅陀 豆腐潤那麼小 你都可以平起平賽 和西班牙一樣 歐盟的所謂成員國權力差不多 反過來 整個加泰羅尼亞這麼巨型 你居然說不合法 是真的虛弱到不得了 不得了 所以就是說 這一下大家千萬不要表面看而罵 有些試著狗 不知訂的亂說 什麼都說是福利主義的 所謂錯到不得了 對歐洲完全沒有理解 這些都免得過 問題就是 大家都依然有很多錯覺 誤會了 以為到底加泰羅尼亞 有搞什麼 其實根本不關西班牙 自古以來有衝突 自古以來衝突 沒有處理好合作關係 其實佛朗哥死了之後 民族關係都緩和了 近年他都和巴斯克分離分子停火 但是因為他自己的經濟近十年 搞彎了 才重新刺激起民族主義 分離主義 去到2006年 1978年佛朗哥死了不久 擴大了自治 2006年也再擴大自治 但是去到2010年 就是剛才所說的金融風暴指令 就是重新 要財政的緊縮 重新把自治權收回 那時候 又可以說回足球 為什麼2010年這麼重要呢 就是2006年起 巴塞隆那 加泰隆尼亞的光榮 是贏盡天下 以巴塞隆尼亞為骨幹的西班牙國家隊 佔了球會的主力 連續拿到2008年歐洲國家杯冠軍 拿到2010年世界杯冠軍 拿到2012年歐洲國家杯冠軍 即是橫數 橫數 橫數 2009和2010年跨球季 巴塞隆尼亞橫數全歐洲 拿到六個杯賽冠軍 包括聯賽歐聯 西班牙國王杯、歐洲超級杯 還有世界冠軍、葵虎杯 還有西班牙超級杯 前無古人 可能亦會後無來者 結果 這令到 加泰隆尼亞人 那個士氣、民氣 大幅度振奮 所以2010年的時候 大家留意 他那年世界杯 十一個西班牙球員 竟然最多有七個巴塞隆尼亞的球員 即是加泰隆尼亞球會的清份產品 代表西班牙 很多加泰隆尼亞其實很調氣不順 我們如果有獨立會籍 好像香港一樣 在中國終於有獨立會籍 我們拿世界杯 何時到西班牙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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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車在哪 沒有這條事 即是地方強於中央 完全沒有 所以 有一件事 可能有些人沒有太多留意 2010年獲取了世界杯之後 加泰隆尼亞議會通過一條法案 將鬥牛列為非法 即是野蠻的是西班牙人 我們加泰隆尼亞人 就不夠文明 他在那時候趁機借這個文氣 來推動一個用西班牙傳統割的法案 表現上是普通的動保法案 人物環保主義 但他又不明白嚴重性 不是的 民族主義才是重要的環保 沒錯 在文化上的所謂分離 所以在10年前後的時間 其實西班牙政府都聞到一股脫 知道加泰隆尼亞被巴塞隆尼亞的民氣振奮了 他一定要逐步收緊 問題是越收緊就越反彈 不得其法 他根本沒有改善過自己的施政水平 你依然是這麼腐敗 依然是這麼軟勢錢 依然是到處欠債 誰會相信你 當年他做得不錯 十幾年前他們跟巴斯克 我已經混亂了 畢業巴是巴斯克的代表球會 正是用巴斯克人的 畢業巴斯克其實是停火的 其實西班牙一直是 國內的和平進程做得相當之好 現在他又是因為沒有錢 惡向膽變成用回 舊時那種暴力 鎮壓國內的分離主義 結果就算沒有參加公投的加泰龍尼亞人 都更加推向 這次真的很多人都在說 看新聞報道 歐洲新聞報道 全部反映這件事 年輕的那一批 原本沒有獨立意識 看過中央政府如何鎮壓之後 都越來越獨立 沒錯 即是說來香港 用那些藍絲 那些人出來扮愛國 然後把五星紅人扔到公地 都是 每個人都罰五千 沒有人罰 你那些年輕人看到 你用那些人來愛國 然後打 拿人家說 欺負人家港獨的罪名 然後在那裡吵冤巴閉哭 打哭殺 無事 結果就更加把一些 不是港獨的人推向港獨 是一模一樣的道理 那真是一模一樣的道理 即是獨立意識從何而來 你放催淚彈便有 你放上膠子彈便不會回頭 這件事很明顯 所以我自己的感覺 西班牙始終是比較文明開化的國家 即是大家在歐洲生活過 相對來說 雖然沒有英國那麼文明 但應該不會去坦克車撞人 不是你試過 佛朗哥的年代試過 佛朗哥一定會去 但現在不是佛朗哥時代 我覺得除非他真的要 亦都有少少外來因素 所以大家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單純 為何會相對文明了 歐洲的歐盟的進程 他說明是高舉人權行先 怎樣偽善也好 有些底線是踩不下去的 你不可能出子彈陣 上膠子彈算是很絕的 激限的 激限的問題 不可能再進一步 因為歐盟歸屬了歐盟 歐盟的條約限制 人權法案的限制 有些底線是過不了的 你明白嗎 最多是說警察是依法進入 他現在的消防也是依法保護市民 消防用人牆頂著警察 頂得行 比警察頂著警察 消防是比警察頂著 這裏令更大的矛盾 是甚麼加科呢 現在是說到警察 所以這次發覺 加特蘭獨立運動 有些新的標誌 有留意嗎 我們拿了雨傘 有留意他這個黃色的標誌很可愛 是翠耳 有留意他的翠耳 為何忽然間這麼古怪 有一個美國卡通片的人物翠耳 來做獨立運動的標誌呢 他增壓在哪裏 原來西班牙中英政府 在公投前 派出大量的西班牙警察 坐船 去到加特蘭尼亞地區 尤其是巴塞 首府 去準備鎮壓 所以這次開槍 以及放 不是本地警察 不是加特蘭尼亞 是本地的警察 而今日最新消息的罷工 罷市 其中一樣的罷市 是甚麼加科 是警察罷工 是加特蘭尼亞 自己地方的警察罷工 不肯暴力鎮壓任何人 如果再加暴力的話 我相信那班加特蘭尼亞 是本地的 真是可能跟那些西班牙的警察 會暴力衝突 隨而是怎樣來的呢 就是運兵船 其實他不是用軍隊運兵船 那艘船本身是旅遊遊船河的船 而外場噴了翠兒和老虎狗的標誌 於是巴塞 那班人一看到 警察下來 他們就當你是老虎狗 誰是受害人 翠兒 我們這個雨傘 他馬上翠兒出來 這絕對是 因為這次推動這個公投 是加特蘭尼亞的政府 你不可能要加特蘭尼亞政府 指揮自己加特蘭尼亞本地的警察去鎮壓 馬得你知道 他本地的警察根本不肯聽他說 沒錯 到關鍵時刻 是不可能執行 就像你當年八九年的時候 就是這樣 只是外面 北京警察都已經不執行命令 之前入城的軍隊都不理會 都不肯執行命令 除非你現在西班牙軍隊 肯用殘紅的方式對付 所以這個大分別就是這裏 正正因為西班牙已經簽了歐盟的條約 他不可能超越這個底線 居然用困隊來鎮壓平民 做不做不到 已經不可能 極其量地出防暴警察 出橡膠子彈 不可能再搞 但是這樣做 你又硬又硬不來 而別人一樣有自己地方的保安力量 你這樣用這種方式 其實更加把加泰隆尼亞推向獨立 加化獨立的過程 所以就是大家要搞獨立運動 看清楚前提條件 你沒有外力的不可能成事 沒錯 所以那些真的像香港獨立那些 在網上、Facebook那些 很興奮 對不住 對不住 客觀上是欠缺加泰隆尼亞的條件 你看看你面對的中央政府 是殘暴程度的兩回事 一個是比佛朗哥還要空瀚 而這個政府有沒有任何所謂弱制呢 沒有 要記住他比佛朗哥時代的政府 還要空瀚不知多少千萬倍 所以就不要說是快樂抗爭 不是說不贊成這件事 反過來就說戰略上是很錯的 不要只看別人成功才行 背後有很多東西 我們一定要永遠 我經常都強調 你們本土有什麼都 你先看清楚對手是誰 先不要隨隨便 千萬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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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所以要學的東西 就有很多東西可以學 這個案子非常過癮 就是現代化國家裡面發生的事情 背景我們說了 未來我覺得加泰羅尼亞的獨立 可能真的會加速了 會肯定加速 另外還會推動巴斯克 我流了那麼多血 勇武抗爭了那麼久 沒有理由 你有得抗爭 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 九千萬倍 就輪到巴斯克順風車了 對 機會來了 我先看看 機會來了 他不用自己做爛籌出去打 打都打了那麼多年 否則西班牙、加拿鐵 是無法征服巴斯克的 無法征服巴斯克的 無法征服巴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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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根本就等於沒有征服巴斯克 相對獨立 而且西班牙政府更加要給巴斯克多些優惠 給巴斯克 先穩定你 如果他有腦的話 像不和約 怎麼會不和平 你聽說也是 黃馬巴賽代表西班牙出賽 兩支已經夠笑了 多到不得了 很多時候 在某一些比賽 即不是一些特別關鍵性比賽 都找回一個不與包的球員 即是巴斯克裔的人進去 鄧文文 沒錯 無論如何都 這些就是巴斯克 拿到的一個代表 就是他的智慧在那裡 因為巴斯克這次走 我們看到他不太動 照他你最勇武 不用 我作修如人之力 肯定 所以這次的弱勢 反而就是馬德利政府 最弱勢 弱到不得了 雖然歐盟還抱著他 但其實很難再想一步 因為那個矛盾的衝突會去到哪裏 這次已經出了橡膠子彈 還可以出些什麼 還有48小時的限期 是不是已經過了 現在傳聞最快 就是按他自己公投的法案 最快就是星期五會宣布獨立 但是會不會宣布獨立 還不知道 因為西班牙政府還說 留了一手 可以運用所謂憲法決定 直接介入 會發生什麼事 大家不知道 還有牌子大家都有這麼高 即價大家有這麼高 叫這麼高 叫價還叫價 48小時 起碼加特羅尼亞地方議會 一定不會就範 最明顯一定會就範 你不能停 還有一個理論 就是他的投票人數還未過半 但我們要記住 是很強力的警察去鎮壓 賭位票站 阻止人投票 才令到投票量僅僅低於五成 都未止 我的分析更險惡 原因就是 有很多當地的合資格選民 是否加特羅尼亞 這個問題就大了 一樣有藍絲 之前有一千人集會 挺統一 挺統一 還有納粹敬禮 納粹敬禮 佛朗哥那一派 統一是佛朗哥 藍絲那一派 也就是說 下一波 我覺得未必只是政治層面衝擊這麼簡單 文化 社會層面衝擊更大 大在什麼加科呢 就是你以前一個 即使你如何包容的社會 都不可能接受你外來的人 去代表你 去反對你獨立 所以這次到底西班牙的移民 和外來人口 所構成的所謂加特羅尼亞登記選民 將來還算不算 你明白嗎 是不過一半的 不過原來那一半不是自己有 等於香港現在一日150人 你不是自己有 很快你就過一半了 那那些你當不當香港人呢 同樣道理 你明白嗎 所以我會見到 就不只是政治上升 會不會是星期五宣佈 不是這麼簡單 這件事 更加沉痛的影響 就是西班牙和巴塞羅尼亞那邊 加特羅尼亞那邊肯定會進一步分裂 而受害的會另一個 再低層次 不是政治層面 是社會層面 老百姓的層面 那個是否自己人 這件事 肯定的標籤會很嚴重 會的 即將來假設加特羅尼亞真是獨立 那些Facebook加特羅尼亞 西班牙當然當難民安置他 會有難民潮 會有難民潮 有機會的 民族主義在歐洲 剛剛南非獨立之後 都很大衝突 都未停止到 而且歐洲有個很危險 就是歐洲的民族主義一旦激化的時候 很多很恐怖的影響出現 西班牙當然我們都覺得 它屬於文明水平比較高 在現在來說 但是會不會突然間 如果一聲爆出一個種族清洗的東西 未必會是種族清洗那麼難看 但是對於那個牌制 肯定會出現 還有那個族裔衝突 可能街巢打鬥等等 都有這個機會 經常會有的問題 不是我們理解那隻打鬥那麼簡單 因為它會通過一個法律手段 會通過法律手段 來清洗你這些案內的移民 你已經預了會了 因為在那個 逼迫他不可以用西班牙話 在外面當然會這樣 這個情況哪裏出現過呢 就是東歐國家 前蘇聯衛星國 同樣道理 就是說蘇聯1945年佔領了東歐這樣的國家 其實很多國人又擁有白羅斯的主義詞 是強迫俄文的 你沒有了本地語言 沒有了本地文化 還有很多外來移民直走進去 現在忽然間蘇聯倒當 俄羅斯帝國退回原本的邊界了 你不值得那些人怎麼搞 一模一樣 就是說你在別人的國家 忽然之間 由殖民地的最上等公民 變成二等公民 是啊 如果你走不得了 最自保的方法就是 融入了 融入了 舉手投降 要不然你走 這個類似中國以前也發生過 清朝滿洲人 他們做滿洲有奇蹟的身份 吃長糧 很棒 民國之後 有些怕漢人報復 改姓 改姓 本身語言和文化 他們已經融入了 沒有問題 但是他們 淡化 改名換姓 淡化了 本來有些王族 那些姓金 東歐 北面 你看白羅斯 有些問題存在 南邊其實也有的 烏克蘭 克里米亞地區 如何分裂出去呢 是同樣道理 那些人已經佔了多數 俄羅斯人已經佔了多數 雖然你的地方屬於烏克蘭地方 那你怎麼搞 變成俄國介入 促進這個克里米亞地區 獨立 問題是獨立不成事 所以整個歐洲 你不要只看巴塞羅 加塞羅那的地方 那麼簡單 就算是東北面的前蘇聯殖民地 南面烏克蘭 其實不停出現這個民族運動 就是強權威權政府 一旦墮落了 沉淪了之後 你自然就是地方勢力抬頭 你很不得了 近代最極端的就是藍斯拉夫 最慘痛的 那裡 去年歐文都不是很長時間 1991年的事 內戰爆發是92年 內戰爆發是92年 結果很殘酷 死了幾十萬人的一場戰爭 又出現重新出現分 立水式的集中營 那幅照是震撼成歐洲 所以歐洲的所謂獨立風潮 並不止於這件事 亦都不會止於這件事 有盤體 那希望他用回捷克的那個 和斯洛伐克的那種和平分手 和平分手 分手得來 真的和平 和大家之後都還繼續友好 這件事 在未來 越來越多分離主義 又考智慧 為何他們會做得到 又是一個歐洲歷史的漫長過程 其實裏面混亂大龍 斯拉夫族 德裏 黑羅地亞 混亂大龍 結果為何都會分得到 因為他們經過太慘痛的教訓 其實這個國家 如果有看第二十三九年的 導火線就是捷克 蘇德海地區 那個民族問題引發 那麼多年來 他又在列強裏面被瓜分 然後蘇聯又統治了那麼久 強權的情況下 鎮壓了那麼久 其實他們自己是有一個民族共識 在和平緊要過一切 他們意識到這件事 就不強求 所以這回事是自古以來 這回事 神經病 因為他們明白到 民族和平相處多麼重要 和平起平坐多麼重要 你不能說誰高的 結果就是和平分手 談判討 結果分成南北兩邊 捷克和斯拉夫維亞分開了 但是和平分手 是沒有問題的 那是不是西華國可以做到這件事 到這把人放得下 至古以來這四顆字是害人不淺的 如果你所有文化、教科書、書 全部都說 這個經典 我問過 我在那裡跟這些大陸學生討論 我說 你對這句句子有沒有覺得有問題 我說 自古以來新疆是中國的一部份 我沒有問就是自古以來 新疆的意思其實就是 新的疆土 新的疆土 為何自古以來是沒有問題 看這個時點放到什麼時候 即是昨日也是自古 不是啊 400年 如果你說400年放一條線 澳門、台灣那些其實不是你的 新疆怎麼有400年呢 沒有啊 當然沒有 幾百年歷史 你只說一個很簡單的一件事 最後定了作為一個省是什麼時候 應該很厚 是同治中興 187年 才平定新疆 平定回疆 那時候是左中堂 那時候是左中堂 到現在都是一百年多一點的 一百年多一點的 當他清朝 當他清朝 但是真的 是自古以來的 清朝都不是初期 是乾隆 打回疆 然後拿香菲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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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千正式隔壁 所謂乾隆盛世 才是正式平定新疆 新疆 新疆 那時候也不是新疆 怎麼會自古以來叫新疆 新疆就是新疆的 新疆的疆 怎麼可能自古以來呢 他就說 從歷史幾百年都算 沒有幾百年 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這條線 有很多地方也不算 其實就是偉少佬邏輯 看到當年金融寫偉少佬 跟俄羅斯談判的時候 等於是佔領過 偉少佬 偉少佬是另一個問題 成一思汗都佔領過莫斯科 莫斯科也是中國的領土 按照他們的領土 按照他們的領土 這個世界不會有和平 我贊成的 出兵解放莫斯科 我贊成 雖遠必豬 不要說莫斯科 只是說東北那些 國左那些 出兵解放 第二 你又承認了蒙古獨立 曾幾何時你又是冬 你是自己 出兵解放蒙古 根本就是精神分裂 雙重標準 總之他說是 基本上是 所以自古以來 真是害人不淺 對嗎 有蠢人會相信 有蠢人會相信 也不止蠢 是深入骨髓 你跟他說 這個世界做蠢人是舒服 做清醒的人 還有一件事 只要看歷史 為什麼相對清朝 其實有征服之餘 西藏各方面 相對來說沒有現在的問題 有些人說的說法就是 其實清朝的君主 去統治內亞地區 其實他的身份是很清楚的 是不同的 是比漢族地區高的 基本上他是滿蒙俠一 他是成吉思汗的後代 他是大漢 其實每個清朝君主都有漢號 有漢號 即是成吉思汗 所以不是從來中 在他們的角度 漢人是沒有統治過他 所以是沒有統治過我 滿蒙本身是皇族通婚 康熙的母親是誰 孝莊王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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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Kane北地區 他們是只是当漢人 另一個殖民地 以更加明確的 terme 即是以前去比你的 甚至于晶莊王高ker 倶王好raph 所謂的秩序 是什經的元朝 如果元朝當給同 perspective 蜘蛛人 有許多世诚學 講出蒙古殖民帝國 不能 brilliant 原朝 那個年代 reminds you people 是甚麼人總體分價 蒙古博第一 第二隻 ting Просто 色目即是漢門蒙迴狀,不要說漢字 而之後才算是漢人 漢人根本是殖民 即是被征服,為何要替法流邊 他有沒有要明古人替法流邊 西藏人是保留文化 西藏人依然可以留回胡桑林大灣島 就算征服了新疆迴教徒 他都沒有要替法流邊 漢人只是身對漢人 是直接受征服 清朝皇帝也相信你密宗 地位相差很遠 他們的心裏只是覺得你是清朝或元朝的殖民地 我的地位還要在殖民地裏面高過你 那你今天來統治我 即是就算遲到1900年 慈禧太后年代都依然在說那句話 寧讓外敵不予加勞 北野加勞 或是你那些漢人 從頭到尾你都是奴隸 自古以來漢人就是 識目人的奴隸 對他們來說就是這樣理解的 如果你說幾百年不夠的話 蒙古夠不夠 蒙古比你早 所以不要每次都說自古以來自古以來 其實很醜 一聲自古以來 霸不人恥笑 就是恥笑 蒙古其實是否對中國擁有主權 我經常在想如果這樣也可以 你占領過就是 當然有 因為中國傳統沒有滅過蒙古 搞清楚 被人滅了幾次 但你都沒有滅過他 蒙古是征服了整個現在中國的所有的全景 還有更多 很多 很多 蒙古帝國的版頭大 我以前看過的中國歷史書 還要跟你說 蒙古就是一個武功最厲害的朝代 我們很威風 你不要進來看元素 當然他自己的元朝的本部 是說跟蹤中國的政黨 但你看看實質上 是行殖民統治 他只是因地制而你香港的漢人 制度來統治漢人 當然我們知道有一班史學家 叫做新清史派 他們看很多用滿文來寫的原著 去瞭解這個滿清統治者的內心世界 其實從頭到尾都沒有完全認同你漢族文化 你記不記得關外和關內怎麼分 關內十八省 你不到1900之後 根本東三省都不進去 龍興之地怎麼會讓你進來呢 1900年前東三省不當是漢族的地方 不讓你移民過去 根本不讓你移民 是的 而且他就算統治漢地 他是用省 建省是很厚的 建省是秦府 總督 他在聖經那邊 即是瀋陽那邊 他不是用百旗 用百旗 而且他建成聖經將軍 不是用秦府 是自己的地方 規障制度都不一樣 說不愧是自古以來 有個自古以來也是被人笑的 新疆還有伊黎將軍 西藏有駐藏大臣 不會直接太總督 他們的自治程度 高過你漢族很多 直至到你做中堂建省為止 所以建省是一百年歷史 你不要玩 還有金平制遷 所謂抹佛制度 某程度上也算是一國兩制 高度自治 所以西藏在清朝時 沒有特別去反中央政法 所以為什麼這麼強烈 我都跟大陸同談過 你試一下留意一下 人家在過往所經歷的 和在49年之後 其實是差很遠的 還有韓人當時沒有大舉進去進駐 所以如果說香港人 連中國的歷史都搞亂 不清楚 有什麼資格評論 有啊 有些維園阿伯那女 從二十年前到現在 都掛了一類橫眼 還有一個口號 就是現代吳三貴 吳三貴是搞民族統一的 他想將關外和關門分裂出去 他們說吳三貴就是漢奸 你們這班泛民就是漢奸 所以你們就是現代吳三貴 是的 如果漢奸之說是成立 那清朝是怎麼回事呢 其實是精神分裂 他不是精神 他分裂國土 他分裂國家 分裂東北 他不是出盡統一嗎 現在這班維園阿伯就分裂東北 將山海關係分裂出中國 那不是孫中山這樣說的 他不是本清 孫中山也是廢清 那這班維園阿伯更嚴重 孫中山後來又變了 又五族共和 所以又沒事了 那這班維園阿伯更嚴重 港獨 港獨也是一千 一百多公里 說東三省 如果你不當是自古以來又多嚴重 港獨要殺無射 那這班分裂中 他們是不是想重建滿洲國 問問問 文書 問問問 找找軍曉出來 看看是否需要殺無射才行 自古以來中國的力圖 不用了,他們將這五星期放進垃圾桶已經構成了 我覺得那裡已經殺無射了 放進垃圾桶還不殺他? 所以這個世界雖然很混亂 但又有一句,你邏輯清楚,常識清楚 你就不會精神分裂 我們面對精神分裂的人才要保持理智 這個挑戰很難 總之我覺得都是要頭腦盡量保持清醒 雖然保持清醒是很辛苦的 做蠢人是一件舒服一點的事 又不用那麼多人罵你 但我始終覺得做一個像樣的人 情況發展如何,就不敢說了 因為下次再開麥克風過了週末,關鍵時刻 到底加太羅尼克會不會正式宣布? 下個星期可能是下回分解 今晚中歐佳節就不阻礙大家 繼續Happy 祝大家繼續玩燈籠 拍拖、逛街、吃月頂,繼續開心 拜拜